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永乐甜白 永乐年间创造了好多有名的瓷器 而且这个白色只有在永乐期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一种白 我们原来前面说过,在唐代的时候,行窑创造过白色瓷器 还有宋代的定谣,烧制了很好的白色瓷器 但是只有到了明朝,而且只有永乐年间,烧了一种特殊的白,它叫甜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美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件藏品 从气形来看,它是一个供碗 是底下有一个把柄,上面有个碗托 用于祭祀或者供奉 这个永乐这个白,甜白 是非常特殊的 在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白如凝脂 素幽积雪 这个白色呀,我们这个形容白色是很难形容的 有上雪白色,有人说苍白,还有各种白 但是这个甜白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们也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而且它在烧制以后 它的宫廷,我觉得也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它就找到了一个字 就是甜白 所以这种白给人一种愉悦 给人一种甜美的感觉 所以就说甜白,sweet white 这种甜白柚的供碗 它这个特点就是它的太非常的薄 真是薄如纸 就是据说呀,就是手拿上去那个这个白柚啊 这个胎的时候 你的手指纹就可以透出来 如果打光的话 那就会更加的漂亮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胎体特别,在胎体上 它往往有暗刻纹 就在这家器物上就是 它有两条暗刻的龙纹 你想想,在这么薄的胎体上 还有这个暗刻纹是多么的难 而且在这个器物上还有 刻有永乐年之款 我在现场的时候 能看到这个隐隐的龙纹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款 我想如果在暗的灯光下 打热手电筒 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 感觉那种白非常非常的这个特殊 就给人一种无法形容那种美感 有有盈润如玉 我们中国人的比较喜欢润润玉 就是这种有一种油性在里面 另外呢 它这种白也不是耀眼那种白 也不刺眼 而且特别晶莹 晶莹剔透 而且的一台特别薄 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藏品 也非常佩服当时那种工匠 是如何制造这么一种瓷器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他那种暗刻的时候是一种脱胎 什么脱胎就是 就简直没有胎 薄到那种地步 好像只有柚 就像我们说的那种玲珑瓷一样 我们接着看一个小视频 这是我在现场录的一个小视频 这是美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家藏品 永乐 甜白 共玩 你看他那个解说上写着 pure white thin as paper 纯白的 薄如纸 他介绍永乐期间 特别追求单色柚 不但追求这种红色 还追求这种白 他中间有一个照的照片 那是说它是一个暗刻的永乐款 在明代的时候 官窑都在井的镇烧制 明代以后的官窑都是井的镇烧制 你看这气形非常的修理 非常的漂亮 从远看 就看一种那种盈润的感觉 但是并不耀眼 它不像雪那种白白雪啊白雪我不像 但是比白雪一种一个润作感 就是一种 润这个东西来形容这个色的话也是 就玉润 润在中国是非常喜欢的 我现在放大是不是看能看着隐性龙纹呢 能隐隐的看见一点 但是不特别清楚 但是光线因为光线非常亮 好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有时间去现场去看看这件稀罕的藏品 再见